我的天呐 西瓜饮水机你有用过吗 只要在西瓜上打个孔 然后装上水龙头 在西瓜上面开个大孔 然后把里面的果肉打成果汁 就能得到一个西瓜果汁机 非常的好喝 这是一把非常实用的勺子 用它成汤可以自动去油 倒出来的是鲜美汤 油全留在勺子里 太神奇了 那对 西瓜还能做成果汁机 还有能自己探用分离的勺子 我感觉不大可能吧 不过看着还挺简单的 今天咱们进来试一下 万一是真的 那就有美味的西瓜之色了 准备一个不大不小的西瓜 一根贴管 在西瓜差不多对面的位置 要挖一个小孔 要轻轻的呦 进去了 尝一下 好甜了 但是这个孔已经太小了 稍微再扩大一点 把贴管放在这个边边 慢慢的选择西瓜 它还是个圆的 这样也不容易 最后大就差不多了 再准备一个果汁专用的水龙头 给它安装上 这个孔挖的大小 这会水龙头这个接口差不多大 你看 它刚好可以插进去 然后给它拧进去 这样已经完全插进去了 来 我们给它翻过来 回应 回应 反正放不稳点 来 下面给它放个碗 试镜一下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杯子 激果汁 放到下面 打开一个弯 回应 怎么没有果汁里面啊 我再试一下 回 嗯 还是没有啊 然后这个棒棒是假的 你里面啊 西瓜都没有打碎啊 哦 对啊 到这里忘了 把西瓜上面再开一个大点的孔 轻轻的哦 不要太用力 我听到蹦蹦的声音 不敢滑了 登登 哇 好漂亮啊 不厉害了 我们用打扮机 把里面的果肉给它打碎 在打碎之前 我们需要先把里面的果肉取热一些 来 上打扮机 哎呀 这也不行啊 它能打就能打 这打的太慢了 打了好久 你打个一点点 还是把果肉取出来 给它放到炸热机里吧 现在已经装满了 我们来给它打成果汁 再直接给它过滤到西瓜里 现在已经装满了 给它盖上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啊 打开开关 真的流出果汁了 还蛮顺畅的耶 我来尝一尝 太好喝了 那你刚才可以直接喝啊 嗯 你懂什么呀 装在西瓜里面喝才更好喝 原汁原味 喝起来太过瘾了 把剩下就把它冰起来 晚上都给它喝了 接着下一个实验 能自动分离 它有个勺子 你们看这个勺子 和普通勺子 唯一不同的 就是这个地方 多了一个小嘴巴 这怎么分离油了 我是不相信的 你们觉得可以吗 来 准备一碗汤 可以看到 这个汤上面是有很多油的 我们来咬一勺试一下 嗯 这也没分离啊 它比原来的只是少了一点点 难道是有汤辣不对 这次换左边转方试一下 然后从那个小口袋出来 哇 好厉害呀 直接把油分离了 你们看 这个油都在这个勺子里 对比一下 来再碎一下 也没问题 就是刚才刀快了 露出来一点油 看来这个好厉害的呀 看来这个好厉害的呀